未知的空間 看一下地圖 這邊有沒有記憶 儲行寺 居然是儲行寺 有個記憶 集經封印 集經把門封印住了 線上先寫的話 似乎就能解除封印 看一下他的日記 收藏品 少了7跟8 7跟8應該就是第三層 不然這一層如果走完的話 湯器好像可以直接跳地圖 等下再跳回第三層看看他的記憶 4次我在集經覆蓋的門內 發現了一顆古怪的水晶球 是被集經覆蓋的水晶球 集經連水晶球都會詛咒嗎 試著往裡頭看看 使水晶球裡浮現了幾個地點 實際前往那些地點後 我才明白 這顆水晶球似乎是會對 收招的血產生反應 而顯示其他的點 是繼續 要爬樓梯嗎 巨人好像不會爬樓梯 哎呀 妹妹好痛 這個又是獻出鮮血吧 妹妹要做什麼 那個頭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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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什麼 妹妹 妹妹你等近一點 妹妹 你在看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 啊 啊 啊 我 好痛 天啊 幹 幹 真的 我也不曉得 等一下 幹 我也不曉得 我不曉得是什麼劇情 妹妹好像 被 莎士被傳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嗎 這也是哪裡 我們看看地圖 處形式衣 還在同一個地方 欸 妹妹早就死了吧 有可能喔 這巨人呢 欸這裡是 欸 這個是他剛剛的 巨人 開門了欸 開門了欸 要和巨人一起走進去嗎 真的一起走 香港妹妹嗎 我一畫面怎麼一堆死血 是啊 不知道到底 妹妹到底是犯什麼大罪 為什麼會這樣 喔 天啊 喔 天啊 公主嗎 有可能 繼續走 真的 巨人人好好 真的 巨人人好好 這也是 城門走啦 通往城門的吊橋 吊橋被拉起來 這樣是沒有辦法繼續前進 其實這是神奇寶貝的故事吧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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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